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版三生三世剧组公开了七位主演的海报 最最抢眼的为刘亦菲莫属了 刘亦菲版白浅 着一袭沙衣 置身于开满桃花的枝亚钱 手持九国的潇洒模样 洒脱不羁的个性 仙姿出尘的美艳 精致的妆容 上调的眉毛 净现九尾白虎一族的灵气姿态 不负四海八荒第一角色的美誉啊 之前大秘密版本的白浅深得人心 仰秘之后再无白浅的口号 喊得非常响亮 自然 人间百姓围绕上神之间的PK 打得也是异常激烈 在谁是你心中的完美白浅调查中 抄半数的人投给了神仙姐姐 大赞 这才是真正的神言 其实啊 在爆炸军我看来 两位白浅都带着一股仙气 只是style有所不同 亦菲妹子多了一份冷艳动人的气质 而大秘密多了些古灵精怪的性情 谁才是四海八荒第一角色呢 等着电影版上线了 再比较比较吧 虽然四海八荒第一角色是谁 又带商榷 但大秘密的衣品在一众女明星中 很出调这事儿就不容置疑了 不论是私服还是出行各种活动 大秘密的各种搭配也成了爆款 前几日 秘密同学着一身白裙出席活动 灵动中带点笑皮 优雅中带点性感 秒杀众多参加活动的女演员 小糯米的娘亲这般少女般的亲切感 迷倒了一众为观者 谋杀摄影记者无数非礼 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一张合照就让大秘密修炼万年的拍照功夫 前功尽弃了 左边这位杜鹃同学是模特出身的演员 自小学习芭蕾 战姿神情都特别专业 再加上身高优势 一副天然的清高气质 秒杀了任意一位女明星 任你穿上恨天高也全然无用 看看赵薇 叶童 六言都中枪了 打写的尴尬有没有 合照杀手出没 女明星们都要小心啊 说到合照杀手 我们迪丽热发妹子也是当仁不让的 瞧瞧这些照片 妹子完全不输气场和美貌好吧 看了前不久曝光烈火如歌的人物海报 爆炸军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里热发真的太美了 好想赶紧抱回家 她在剧中饰演梅带夺将轩草色 红裙杜杀十六花的女主烈如歌 看着红衣似火的造型 测盼回眸的神态 这样可爱的妹子请给我来两打 其实这不是热发第一次尝试红衣造型了 先前三生三世里的小地鸡凤九 红衣出狱的镜头 你们还记得吗 那也是大写家粗的美美美啊 太子电视了 电视剧《立击传》曝光的海报里 也有热发的红衣造型 更多地展现了她霸气威严的一面 帅气 也许是大家都觉得 热发真的很适合穿红衣吧 就连她代言的网游 也是红衣女侠从天而降 一平一笑都在勾人魂魄 即使遭遇撞山的情况也磨事 妹子的气质也是完全不输前辈 安侠拉贝贝啊 简直就是红衣女神下凡啊 小鸡鸟 爆炸军搬好小板凳 等着你的新居哦 看过了美女图 再来看看美景图 最美人间四月天在哪 就在孔雀公主杨丽萍 位于云南而海的私宅月亮宫 无论是房间 走廊 还是客厅 都摆满了花花草草 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 人与自然的 隔二为一 你看这有一颗 感动了 太奢侈了 这就叫奢侈 让它攒在房间里 对啊 植物还没弄好 没时间弄 还没有弄好啊 这些植物还不够 那要 还不够啊 我的感觉应该是 月季啊 玫瑰啊 这样一直垂下来 还没种呢 对 这样会更私密一点 对 厨房 面朝儿海 一片开阔 每天做饭 都是一种享受 浴室也紧靠海边 看着海 泡着澡 大树做天然屏障 死生活完全不受打扰 大家晚上的时候最漂亮 下午半晚的时候 阳光是这样过来的 这才是真正向往的生活好吗 如此美景之中 怎能缺少美照 随手一拍 大片的感觉有没有 你想到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这样的美景 真的存在 爆炸君也想在这儿 看清风淡云 感受鸟语花香 任你世间再好 有这片天堂 足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